我们来继续看 第二节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作为一个单向资产 我们要对它具体减值的话呢 其实就是要找两个指标进行比较 比较的过程 我们说这是一个减值测试 用哪两个指标来比较呢 一个就是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 另外一个就是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的账面价值 账上有 这事不难 那么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谁呢 这是我们本节要重点来研究的问题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企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 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这句话等于告诉我们 可收回金额的估计也不是想估计就估计的 它的前提是有减值迹象 当然那三种特殊情况除外 当资产存在减值迹象时 我们要估计它的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估计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 用可收回金额 它等于啊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后的金额 我们也可以简称其为叫公允金额 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也可以叫现金流量的限值 两者之中的较高者来确定 也就是说呀 当你期末时 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有 比如说100万账面价值 在那写的呢 你有账面价值了 你找谁呢 你找可收回金额 找可收回金额时啊 我们通常是用两个指标来比较 比较完了选期中的较高者 哪两个指标呢 一个就是这项资产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也可以叫公允金额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两者选较高者 比如说你这项资产的账面价值100万 它的公允价值金额是90万 但它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是91万 你告诉我可收金额是谁 答91万 你告诉我要提减值提多少 答提9万 为什么呢 用账面价值减去可收回金额 剩下差额9万 就是应该计题的减值数 就是说哦 这我明白了 只要是有账面价值 找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一定是 看两个指标 一个手拿到公允价值金额 一个手拿到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然后一比较 谁高就用谁做可收回金额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是的 只不过这是一般的思路而已 那么通常来讲 大家注意 我们并不是说 你一定的一个手拿着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会的金额 另外一个手一定的拿着这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然后去比较 不是这样的 是怎样的呢 这里边有一个公允金额优先的问题 公允金额怎么优先呢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找可收回金额的话 你先考虑的是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会的金额 假如一起手就没有这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会的金额 那别说了 你要找那个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如果是你有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会的金额 有这个数之后啊 假如你没有证据表明 你这项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会高于你这个公允价值金额的 你证明不了它比你公允价值金额高 那你就不用去找那个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了 你就拿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会的金额 做可收回金额就可以 这就体现了公允价值优先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确确实实 两个指标同时都拿在手中 那你就比较一下好了 特别是呢 这个如果是资产组的话 通常来讲资产组里边 我们说呢 并不是把各项资产的单独的供应价值加在一起 就作为资产组的供应价值的 因此在资产组里边呢 我们更多用的还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这个内容等后续我们讲资产组时 再详细介绍 在这里面由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啊 是以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我们优先考虑的 所以说等到将来我们学 持有代售非流动资产减值时 你就会明白一件事 明白哪件事呢 今天我也可以在这里先给大家呢 点到为止 简单介绍一下 持有代售资产 比如说你从固定资产化成持有代售时 那么在当时我们用的是 持有代售资产的账面价值和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去比较 然后如果供应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我们就减值 那么有人就在这儿 不理解 说为什么同样是固定资产 比如说一台设备 昨天还叫固定资产 今天化成持有代售 那不还是这个资产吗 那么对于持有代售这个时点上 为什么你不用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和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两者较高者来确定可收回金额 再考虑减值呢 哎 问的好 有人说 这为什么问的好呢 这个问题表明你已经把固定资产和持有代售资产的减值问题已经联系在一起了 那我在这里啊 简单给大家介绍下原因 首先 由于固定资产已经成为持有代售资产 持有代售资产的本质啊 它已经不再是非流动资产 它是流动资产 所以说流动资产 按照流动资产的套路去减值 比如说比较存货减值 那算的是什么呢 是可变现净值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不就是估计的售价减税费 它从某种意义上讲 不也类似于我们这个供应价值减处置费用吗 哎 这么说 能说得过去 这是理由之一 其实还有理由之二 这个理由之二呢 还是更有深度的 我来告诉大家 其实啊 就算你还按照固定资产的思路来确定 它的可收金额 你想一想 我们之所以把固定资产化成持有代售 是因为它要出售 一个要出售的资产 它最容易找到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售价和税费 这不就是那供应价值减处置费用会的金额吗 如果你已经有供应价值减处置费用会的金额了 你没有证据表明 未来限制流量明显高于它 你就没有必要再找那个未来限制流量的限制了 而事实表明 一个即将出售的设备 它的售价减税费是有的 而它不在将来使用 你要出售了肯定不使用 不使用的话 怎么还有未来的流量呢 未来的流量几乎就没有了 由于没有流量 那你肯定不会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流量的限制高于你的供应金额 因此你直接拿供应价值减处置费用的金额 来和你的账面价值比较 确认持有代售资产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在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时 原则上还是以单向资产为基础 但如果企业难以对单向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 那我们就应该放在资产组里来估计它的可收回金额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具体看看 可收回金额计算式的两个指标 一个是供应金额 一个是未来心理流量的限制 首先是供应金额 资产的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金额 这个供应价值和处置费用是谁呢 供应价值就是我们供应价值准则里讲的供应价值 从准则的定义来看 资产的供应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 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的价格 它是个脱手价格 这个内容我们到后面讲 供应价值计量时还会给大家讲 那么处置费用是谁呢 处置费用啊 是可以直接归属于资产处置的增量成本 我们有人呢 看不懂这句话 这句话翻译过来是说呀 是直接归属于资产处置这件事的增量成本 那就是说只有你资产处置时 它才会发生的成本 你不处置这个资产时 就没有这个成本的发生 这才叫增量成本 就是说你把资产卖了 你就会花这笔钱 你说你不卖这个资产 就不会有这笔钱的产生 我们要扣掉的是处置费用 其实仔细想来 这个供应价值兼处置费用之间 供应价值和处置费用之间 是有内在联系的 供应价值是处置这项资产的价值 而我们说这个处置费用 是因处置资产而产生的费用 他俩是口径一致的 这才能去减 你说老师就这么几个文字 听你这口气 我好像听明白点事 没错 使劲听 听口气 听轻重也能听明白 那么这个处置费用包括什么呢 来一起看 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 你看 与资产处置有关的吧 法律费用相关税费 搬运费 以及未始资产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 所发生的直接费用 总之都是与销售有关的 所以不包括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 为什么不包括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你的这项资产 当初买它的时候是借钱买的 所以呢 你还得还利息 如果是借钱买的 你还利息 还的那个利息 是不是我们这里的处置费用呢 当然不是 因为你处置不处置 你那利息也得还 还有这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 是不是因为处置本身才产生的呢 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这里面一定要把因处置而发生的税费扣掉 像财务费用啊 所得税费用啊 它不是处置的相关费用 所以不用扣掉 当然这里边呢 我们就引发了一个 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都得在这儿有个记忆 简单记忆一下啊 由于我们供应价值钱 处置费用里边 不包含的财务费用和所得式费用 所以你算出那个供应价值金额里边 是没有考虑 财务费用和所得式费用的 那么你将来算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时 请问那个未来的现金流量里边 能不能考虑筹资费用啊 所得式费用啊 同样也不能 因为你这个供应价值 要和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去比较 这边没有考虑 没有减去财务费用和所得式费用 你那边也不要减去 筹资费用和所得式费用 由于你的流量里边 没有减去所得式费用 所以你把流量折现是那个折现率 请问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 你的流量里边是含着税的 你说那个税率 那个折现率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 一定也得含着税 所以它是税前的 你用税前的流量 再考虑这个含税的折现率 把它折成限制 才有资格和我们的供应价值金 处置费用去比较 因为我们这里的处置费用 没有扣掉所得式费用 你看啊 供应价值金额里边 没扣所得式费用 含着 未来流量里边不扣所得式费用 未来流量折现的折现率 是税前的 所以这三件事 他们才做到了口径一致 只有口径一致 才有资格横向对比 否则的话那不讲理啊 口径不一致啊 那就不合适了 哎 这些内容呢 我们会一会逐渐的展开 我们来继续看知识点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的估计 刚才我们已经掌握了 供应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那么再看看这个 未来流量的限制 作为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首先呢 你要确定未来现金流量 有了流量找到折现率 把流量折回来 才是我们要找的这个限制 那我们来看看 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怎么预计呢 这里面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 未来流量的预计基础 企业管理层啊 应当在合理和有依据的基础上 对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 整个经济状况进行最佳估计 对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 整个经济状况进行最佳估计 我们考试曾经问过 说我们估计那个未来现金流量时 是在多长时间内呢 一个选项是永久的 一个是十年的 什么五年的 还有一个是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 所以你看到了 应该是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 并将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 建立在经企业管理层批准的 最近财务预算或预测数据之上 这里面在企业实际工作中啊 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 或预测数据之上 往往用的是五年预算 比如说为什么是五年非五年 我超过五年可不可以呢 假如你有证据表明 即使超过了五年 仍然是可靠的 你超过也无妨 但是总体来讲 我们是一般 是按照五年的预算为基础的 所以考试时这道题 给你一个选项叫五年 你就懵了吗 你老觉得这五年看着眼熟 是不是啊 我们平常是说五年 但实际上 这是说实物中通常有五年 真正较真问理论 那应该是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 这是呢 我们估计 未来现金流量时候的基础 那么未来的现金流量 包括着什么呢 其实主要包括三件事 一 持续使用这项资产 产生的流入 二 必须的预计现金流出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项资产 将来带来流量的话 假如说你生产产品 你能带来流量 但是你产品本身也是有成本的 所以呢 这个成本是你带来流入的 那个必须的产出 必须的流出 没有这个流出 你就无法有流入 当然也包括 未使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所发生的现金流出 这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你是在建工程 大家知道资产 如果现在处于在建工程状态之下 它有没有可能减值呢 也有可能啊 前面给大家讲了 不光是在建工程有减值 而且在建工程的减值减了还不能恢复 那么在建工程要减值的话 估计它的未来现金流量怎么估计呢 你得先把在建工程啊 把它理解或者变通的看成是一个完工的建筑物 别管是车间还是办公楼 这个完工的办公楼也好 这个完工的建筑物啊 将来带来那个现金流入 这是你必须的现金流入了 但是你算未来现金流量的时候呢 你要把这个完工的建筑物带来那个流入的基础上 把从在建工程变成完工的建筑物 上需投入的部分减掉 这是那个必须的支出 必须的流出 这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到固定资产是这样的 其实无形资产的开发支出到无形资产 算流量时也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对这事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计算时 对于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我们不正是用材料生产产品的估计售价减去 用材料生产产品的销售税费 然后再减去从材料变成产品上需投入的成本吗 你减去那个从材料到产品上需投入的成本 就像我们这里说的 从在建工程变成固定资产 从开发支出变成无形资产上需投入的现金 是一个道理 我们再看 那么第三个流量呢 就是处置资产时所收到的净现金流量 这个呢 如果是收到咱就加上 如果是负的应该支付出去 咱就减掉 这是呢 将来要估计的流量的内容包括哪些 另外呢 我们在估计未来现金流量时要考虑的因素 有这么四个方面 那四个方面的因素呢 首先以资产当前状况为基础 不考虑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事项或资产改良 也就是说 你问这个资产将来能带来多少流量 你得是依据资产当前的状况 你不能说将来我还得把这资产改良改良 那你一改良你的流量可能就变化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今天问他能带来多少流量 就是以他当前的状况为基础的 所以不考虑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或者是将来改良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不考虑的是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这个重组事项 就是我们货有事项里面讲的那个重组事项 这里没有做出承诺的我们不考虑 要是做出承诺的呢 那还是要考虑的 第二个因素是 不包括筹资活动和所得税收复产生的流量 没错 因为我们供运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时候 那个处置费用里面是不含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的 那么我们未来的流量里面 也不应该包含着筹资活动和所得税的收复产生的流量 这样的话口径才能一致 我们来看第三个因素 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呢 应当和折线率相一致 也就是说 折线率里面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的 你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里面就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折线率里面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 你未来现金流量里面也可以不用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第四个因素是呢 内部转移价格应当调整 因为有的时候啊 这个资产所产生的这个流量 或者说生产的产品 它是在企业集团内部流转的 如果这个资产的产品在企业集团内部流转 没有市场价格 而是按照内部转移价格来流转的 我们算它的未来流量时呢 你要把这个内部价格 给它按照市场价格的标准进行调整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可能口径一致 才可能更科学合理 这是我们要 估计未来现金流量时 要考虑的四个因素 那么估计未来现金流量 我们通常采用的方法有哪些呢 通常我们都是传统的采用单一的现金流量法 就是说未来某一年流量是多少 我们就估计的是多少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能采用希望现金流量法 比如说你在未来三年带来流量 就在每一年里边 它可能包括着行情好 行情不好 行情一般 好不好一般三种情形 每种情形都可能有发生的概率 每种情形之下带来的流量都不一样 所以你得把每一年的 那个期望现金流量算出来 然后再折线回来 所以我们算流量时有传统法 有期望现金流量法 比如说老师我考试是用哪一个 考试是你看考题适合用哪一个 就用哪一个 比如说还有更特殊的呢 说如果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发生时间就不确定 不是一定是每年几年 也可能一年有再过两年之后才有 也可能隔三差五才有 怎么办呢 由于它的时间没有规律 我们呢 就根据资产在每一种可能情况下的限值 每一种情况下的限值算过来 然后再乘以它发生的概率 我们直接加权计算 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就可以 像这种情况呢 大家要有所了解 我们来看一道单项选择题 企业在计量资产可收回金额时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是 A选项 为维持资产正常运转发生的现金流出 属于 他们不属于的啊 这属于不选 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入 属于 未来年度啊 为改良资产发生的现金流出 那是将来要改良的 不考虑 所以它不属于 递选项 未来年度因实施以承诺重组 减少的现金流出 这个已经承诺 所以这是考虑的 因此呢 本题不考虑的 不属于资产预计未来流量的 只有C选项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C选项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目 为了资产减值测试的目的 企业需要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进行预计 并选择恰当的折现率 对其进行折现 以确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期限 应当是多少呢 我们实务中通常是五年 所以A选项是五年 但是那通常是通常 人家问的期限是多少 那么这里面有永久 还有企业经营期限 都不是 而是用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 前面给大家看过这段话 这是我们20年的真题 大家能够感受到 其实你说这偏不偏呢 也不偏 它考的就是最基本的理念 其实也偏 偏到你平时可能不在意 你的头脑中可能记的都是五年 初期老师一猜就知道你是想了五年 这里面故意从心理上 让你呢 产生偏差的 所以说咱们考诸五块啊 那你对于某个问题的理解和掌握 会那必须是真会 而不是默论两可的会啊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选项 是C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 折现率的预计 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习了 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 其实有了流量有了折现率 你把它折现回来就成了 一般来讲这个折现率呢 在考试时都是已知的 这里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它到底是谁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啊 折现率应当是反映 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 税前利率 这是很重要的 由于折现率 它是税前的 你那个流量 也只能必须是税前的 否则你口径不一致 你流量是税前的 咱们的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会的金额里边 也不能减所得税费用 你看这三者之间 这不是一一对应的 正好一致吗 哎 我们用这种方式 把这问题就记住了 所以学习的时候啊 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们产生关联 把这知识呢 给他带起来 哎 做到融会贯通 这样的话呢 后续在使用时就很方便 那么在确定折现率的时候啊 首先以市场利率为依据 如果没有市场利率的话呢 也可以选用替代利率 在具体应用时 通常应当使用单一的折现率 特殊情况下 也可能不同期间采用不同的折现率 这个咱完全取决于题目 他要给你一个 你就一个 他每年就给一个 每年一个折现率的话 那你就只能是一年一个了 这题目通常都是一致的 这里面大家记住 是税前利率 这就足够了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外币未来限制流量 及限制的预计 如果你这个资产 带来的流量是外币 那首先呢 我们要预计外币流量 预计外币流量之后呢 我们再按照这个 外币的折现率 把外币的流量啊 给折现成 外币的现金流量限制 这叫先折现 外币流量变成外币限制 那么你折现到期末这一天呢 然后呢 你按照期末这一天的 极其汇率 再把这外币的限制呢 折算为记账本币限制 假如说你有了记账本币限制了 如果你的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是按照记账本币算的供应价值金额 那现在口径一致 我们就可以比较 谁高 谁就是我们的可收回金额 简单说这里边呢 对于外币的流量 我们要先折现 再折算 把未来的流量折到今天 比如说期末 这叫先折现 再把限制折算成记账本币的 这叫再折算 这个过程不能颠倒 另外呢 我们在折现的时候 要选择外币的折现率 而折算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用的是当期的期末或叫当日的集齐汇率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道单项选择题 假公司 记账本币是人民币 二年末呢 其持有的一项由国外购入的设备出现了简直迹象了 假公司对其进行减值测试 经测试 其供应价值是184万美元 那么预计相关处置费用是8万美元 所以184减8万还剩176万美元 这个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啊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直接就是美元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 那么如果继续使用此设备啊 预计上课使用三年 每年产生的现金流入呢 都是100万 同时每年还将产生30万美元的现金流出 100万的流入 30万的流出 所以是70万的净额流入 使用起码会发生8万美元的现金流出 我们估计未来流量时 有流入100万 有支出30万 还有8万的支出 这还是要减去的 但是再怎么减呢 你这三年每年有个70万的流量 那是净额 最后那8万是复利限制 那70万是年金限制 这道理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算一下啊 假定每年发售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都发售在年末 美元适用的折现率是10% 我们得先折现再折算 22年年末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1比6.25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该设备的可收回金额是多少钱 这里面给出了三年期的利率为10%的年金限制系数 也给出了三年期利率为10%的负利限制系数 那么我们就用70乘以2.4869再减去8乘以0.7513算出那个限制 但它是一个外币的 由于我们的供应价值金额直接就是个外币的176 那你就去比好了 最后呢 他问的是可收回金额呀 谁高谁就是 好 这里面 最后是可收回金额是人民币的 由于它是人民币的 那没办法 你也得把那个供应价值金额176给折算成人民币 因为问的是人民币啊 所以你得折成人民币了 那这里就体现一个先折线再折算的问题 好 首先呢 正确的选项是递选项1144万 那具体为什么是递选项呢 我们来看一下 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是176万美元 176万美元折成的人民币是1144万人币 而未来流量的限值呢 是70乘以2.4869 减去8乘以0.7513 算出的是168.07 因为他问的是人民币 所以你必须得折 你要是问最后选谁的话 那应该选176万美元 因为168.07和176万美元一比 肯定是168.07低 176高 谁高咱选谁 但这道题问的是人民币多少 所以呢 你还得是最后选中了176万美元乘以6.5 是1144 当然如果这道题做的很完整的话 那就是176乘以6.5 和168.07乘以6.5都算出来之后 你那么一比 最后谁高 最后176乘以6.5最高 所以确认的是1144 为可收贵金额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D选项 这道题呢 没有难度 就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如果一项资产的未来流量是以外币计量的 我们就先把外币进行折线 然后再折算 来比较 即可 再来比较